整個檔鰹麵粉糕的外觀是極之有那種古早味 就好像我小時候常常在我Hometown的茶室 會吃到的檔鰹和麵粉糕的感覺 大家好 歡迎收看《韻食艱難》 來到檔街這裡的食物是蠻特別的 它會將我們普通常見的麵粉糕和檔鰹湯混合起來 變成一個檔鰹麵粉糕 究竟味道是怎樣的呢 現在一起來看看吧 Let's go 首先我們當然有它這個檔鰹麵粉糕 可以先試一下 畢竟對它們的招牌 首先麵粉糕的黏黏的口感 和整個檔鰹湯吃起來的味道其實是合 出乎我意料之外這一點 外面會有少許酸辣酸辣的感覺 吃下去才會帶少許麵粉糕原油的質感和甜味 兩者膠溶起來的話 整個味道是十分之OK的 再說回到檔鰹湯 因為檔鰹湯來說 它就不是我們經常去泰式餐廳喝到的檔鰹 喝下去的時候會有那種香料的渣 碎和香味在那裡 這裡確實沒有那種味道 但整個古早味的感覺 酸味帶著它的辣味 所以吃起來的話 它就會更加偏向是 Malaysia style的檔鰹多些少 不過個人反而覺得這個味道更好吃多些少 首先這個爐麵粉糕來說 這個爐湯就和我們一般在 KR那裡吃到的那種 鍋麵吃 因為它感覺到的是 在那裡吃到的鍋麵等等之類的東西 它是更加稠稠稠多些少 但在這裡來說 這個湯汁會偏水一點 水一點的湯不代表它沒有味道 那裡面的那個爐香味 味道和甜味等等之類的東西 都會在裡面做一個很好的平衡 配上麵粉糕獨有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是會越吃越過癮的那種感覺 那我個人覺得 你加上少少的香醋之後 陳醋它原本的那種酸味香味 再配上這個爐麵粉糕 它原本的那種香味和甜味等等之類 混合起來之後 才是這個爐麵粉糕最原味的那種味道 陳醋我覺得一定要加上 總括來說 它的這個檔鴨麵粉糕雖然不錯 但我更加喜歡它這個爐麵粉糕多些 我們是早晨的10點多來吃的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3點多熱的熱的時候 來回一碗這個爐麵粉糕也好 檔鴨麵粉糕也好 配上一個凍冰冰的雜雪 那個才是最享受的 今天就是這樣 記得繼續回家吃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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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